中东地区 中东的内战相比,叙利亚内战的影响更加巨大,这与美俄军介入了叙利亚战事有关,从某种程度上而言,美俄在叙利亚的交锋,甚至可以反映两国的战略态势,特朗普但是,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正确,就当前的战局而言,俄旭突破中部,街坊南部,围困北部,他们的确处于主动地位,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利亚,只有被迫防御了。 但后者在全球却对俄罗斯,保持着全面压制的战略态势,美军航母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利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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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利亚